本港首季經濟陷入收縮 政府表示正評估外圍環境對經濟的影響 香港首季經濟收縮4% 政府表示正評估全年經濟最新預測 隨著本地疫情自4月開始回穩 社交距離措施逐步放寬 本地的需求漸見改善 若疫情能夠保持穩定 復甦的勢頭將可以持續 然而本地的整體經濟表現 仍然受到多個外圍因素的影響 我們正是就全年本地經濟增長的預測 進行覆檢 並且會在5月中公佈最新的預測 不少大行認為首季經濟表現遠差過市場預期 會拖低全年經濟增長 尤其佔比較大的私人消費開支表現疲弱 但高盛和匯豐都相信 隨著確診中數回落 零售業和餐飲業最壞的時間已經過去 渣大亦預期失業率在年中開始改善 但需要留意勞動人口持續減少 大和就關注首季涉及樓宇建造等投資開支的 本地固定資本形成總額 按年跌超過8% 結束過去15個月的增長 反映市場信心受挫 升展和渣打提醒美國進入加息週期 港式上揚趨勢明顯 加上經濟放緩和移民潮都會令樓市變得脆弱 另外市場普遍預料進出口貿易持續放緩 大和認為香港的防疫方針和內地看齊 相信在二十大召開之前 邊境管控措施不會有重大改變 大幅下調全年經濟預測 由增長轉為收縮0.5% 無線電視記者 崔淑亭報道 美國聯署局公佈議息結果之前 港匯逼近7.85 藥方對換保證 港匯星期三曾觸及7.847水平 上期歐洲時段一度觸及7.849水平 在超過兩年半以來最弱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許正宇說 港交所證檢討 前清創業版的JAM定位 相關意見包括和主版合併 重設減化轉版機制等等 會一併審慎考慮 他說港交所在檢討JAM時 亦會考慮開放給其他地方企業作第二上市 加強與內地互聯互通等 港交所去年就JAM的功能和定位展開檢討 並且已在上市委員會下 成立專責小組處理相關工作 現正接觸各界和參考各地的經驗 包括近年內地中小型企業 融資平台的發展 了解市場的需求和考慮相關風險之後 會提出具體的建議 並且公開諮詢市場的意見 內地加強對煤炭清潔利用的支持力度 為了推動綠色低碳 人民銀行宣布增加1000億元人民幣 煤炭清潔高效利用專項載貸款額度 新增的資金會用於和煤炭開發使用 以及加強煤炭儲備能力相關的領域 包括現代化煤礦建設和煤炭安全改造等等 另外金融機構開放 發放給煤炭企業購買煤炭的流動資金貸款 可以按要求申請專項載貸款 今次增加額度之後 相關載貸款的總額度會達到3000億元人民幣 電商公司eBay業績預測差過預期 拖累股價在美股場外交易時段 一度急射8% eBay上季由營轉規 持續經營業務正規旋超過13億美元 徑調整每股盈利1.05美元 收入到退博分之6去到大約25億美元 商品交易額大跌兩成去到194億美元 反映疫情最嚴峻時期 電商公司受惠居加零的高速增長期已經過去 而近期老公市場緊算 以及供應鏈問題持續 都推高經營成本 公司預計今季的收入介乎23.5億去到24億美元 按年下跌博分之7至9 較分析員預測中值25.4億美元少 徑調整每股盈利預測17到91美元 同樣少於市場預期的1.01美元 公司也調低全年業績預測 預計收入只有96億至99億美元 徑調整每股盈利介乎3.9到4.1美元 據報匯豐控股和主要股東平保會面 討論分拆亞洲業務的構思 路透引述消息說 匯豐和平保的管理層 計劃今個月中會面 討論分拆亞洲業務等策略選項 平保上個星期表明 支持任何有助提升匯豐長期價值的改革方案 但據報不少西方投資者反應冷淡 擔心分拆過程會很複雜 而且未必能提升回報 渣打集團行政總裁溫托斯認為 即使面對未能預測的地緣政治緊張 以英國為基地 有全球視野 專注亞洲區的銀行仍然可行 渣打本身就是成功例子 有調查顯示 香港企業活動重新擴張 表現是5個月以來最好 標普全球香港採購經理指數 四月大升至51.7 是去年11月以來最高 也扭轉今年以來處於50以下 即是收縮水平的情況 主要是受惠疫情緩和 政府放寬防疫限制 加上消費券效應 令新增訂單和產量回復正軌 營商情緒是去年以來首次好轉 但受內地疫情和風控影響 出口需求持續轉弱 照片和採購活動齊齊下跌 而且供應鏈阻滞 令家貨時間急劇惡化 有調查顯示 內地服務業表現是超過兩年來最弱 財新服務業採購經理指數 4月跌至36.2 是前年2月以來的最低 主要由於疫情和風控影響的需求 新業務量跌幅是有紀錄以來第二大 收費水平8個月以來第一次下降 年同製造業綜合採購經理指數 4月跌至37.2 同樣是前年2月以來的最低 編載指數的機構擔心 物流不暢信是最大的問題 投入成本持續上升 但出廠價格由升轉跌 反映成本壓力進一步加劇 呼籲加強支持受疫情影響較大的行業 多年來東莞扮演著世界工廠的角色 但大量工廠建築令它感覺冰冷 近年政府積極發展文化創意產業 在歷史文化資源方面 最新發展是怎樣 大灣區解碼 今晚8點半 無線財經資訊台 青衣最近有新盤入伙 屋苑附近有不少山坡 又有策略性岩洞區 日後的保養和發展機會是怎樣 日日有樓看 今晚9點 無線財經資訊台 這個高息股 前提本身已經給了一個穩定的回報 每年有一個這樣的 window 給你去賺 不少高息股將會隨息 這個時候是否先買定 賺股息的時機呢 當基金經理陳欣又將組合大執位 部署是怎樣 有前途 今晚9點半 無線財經資訊台 港股跟隨愛為股市做好 重磅股科技股回穩 美團升3% 亞里和派特別息的京東 都升大約2% 美國聯儲局主席鮑威爾表明 暫時不會積極考慮加息3% 回控渣打升大約1% 而新地順至長實九龍倉置業 都升大約1% 有經濟學者估計 要3個月至半年後 本港銀行體系結如跌至大約300億 才會考慮加息 但認為對公樓案件影響不大 美國加息半離 美息和港息的差距擴闊 有經濟學者說 目前銀行體系結如有3千多億 暫時未有加息壓力 估計要三個月至半年後 銀行才會考慮加息 市場預期美國之後會持續加息 亦將會影響本港公樓案揭利率 袁維基相信仍然是在公樓人士 可以負擔的範圍之內 他認為加息始終加大了公樓壓力 導致樓價上升速度減慢 短期投資者會轉為官網態度 不過有地產界人士說 樓市在剛性需求支持下 樓價仍然會在高位徘徊 不會大幅度回落 他預計樓價會在下半年上升 但是俄烏戰士等國際因素不明朗 上升幅度不會太大 無線電視記者楊培斯報導 無線電視記者楊培斯報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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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